有壽司店推出的活動 只要民眾把名字改成鮭魚 就能吃整桌的壽司 那這也引來不少民眾 還真的跑去護鎮事務所改名 不過站在內政部的立場 還是希望提醒民眾 一個人一輩子就有三次的機會 來聽聽內政部怎麼說 最近有一些商業的活動 也造成了這個民眾 吸引民眾去做一些更命 我們還是要再次的呼籲 雖然現在法令 給予民眾有一輩子 有三次的改名的機會 大家想我這次改過去 然後再改回來就兩次了 那還是要珍重整個行政資源 因為這樣的改名不只是 耗費時程 也造成了這個不必要的一個行政作業 那我還是希望這個商業的活動 就讓它單純化 那大家應該是比較理性的去做面對跟處理 其實內政部就提醒了 你把名字改成鮭魚 事後要再改回來 其實這樣一來一回算是兩次的一個機會 但是一人只有三次的一個改名的上限 所以要是其實你之前如果改過名字的話 一來一回這樣子改名 很容易就把三次的機會給全部用掉了 也提醒民眾就是說要這樣做 這樣的一個改名的行為之前呢 最好還是衡量一下後果比較保險 就是對方來做的一件事 所以我還是要做到一個改名的行為 可以做到一個改名的行為 對方來做的一個改名的行為